中美洲 西班牙和葡萄牙 這是有100多個島的一個地方 它離阿瓜多爾這個國家相當的遠 大概有600多 靠近600公里遠 所以它並不見得是應該屬於這國的 這個國家所有的中美洲 南美洲的 這些西班牙跟葡萄牙的屬地 都是在1920左右全部一起獨立 獨立的情形各個有一點不同 可是都是主要因為西班牙被拿破人打 所以它等於是亡國了 就被戰了 所以所有的屬地通通都獨立了 對他們來說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可是他們的獨立又跟美國獨立 或者法國獨立不大一樣 因為他們有很多西班牙跟葡萄牙的後裔 而是這些白種人 歐洲人 在當地出生的 他們覺得他們要離開他們這個所謂的祖國 要做自己 要做主人 所以當然也跟美國有一點類似 可是美國跟英國的關係等於是平等的人 可是西班牙跟他的屬地是老闆跟用人的關係 所以這關係也是不大一樣 那這個國獨立以後呢 大概在1831年左右 他們就決定把這一群島屬於他們 所以在歷史上 這個本來並不見得是這一國的 他就說是他的 就宣布了 可是無巧不巧呢 這個達爾文就在1835年到了這個地方 你們都知道達爾文吧 他就隨著一個船到了那裡做各種的觀察研究什麼的 一共環繞地球一圈 花了五年的時間 他才22歲 一個小伙子 可是他很聰明 很能跟他做研究的時候 同時就寫了一些論文什麼寄回給他的老師 那他的老師就拿去發表他的科學的東西 所以全國都很轟動的看到他的這些發表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大名人 可是他心裡呢 並不知道世界上有進化論這件事 所以他也沒有學到這件事 他回去以後 就一直研究他蒐集的這些標本 終於他就發現這個動物 植物 都是經過幾百萬年 幾千萬年 慢慢演變的 可是這個理論呢 跟他們的基督教不完全衝突 因為你要信上帝創造了所有的生物 你不能信說這些猴子 螞蟻什麼什麼 都是跟人類差不多的東西 所以他就不敢發表 他一直在研究 然後跟他的朋友聊天啊什麼的 可是過了十年 有另外一個人要發表一個跟他一樣的東西 所以他就趕快發表了 那當然一出來就非常亨動 被人家拿個死去後來 他自己都也是 因為他也是信教的人 他想他發表這樣的文章 他死了就沒辦法上天堂 所以他也很難過 因為他的太太上天堂 他下的地獄 永遠都不能在一起 他很難過 可是這個理論真的是 現在來說是非常的嚴密 科學方法非常的好 所以呢 就可以說是大部分人都接受了這個學說 那在這個俄瓜多爾這個國家來說 他們等於是天堂掉下來的寶貝 居然全世界都知道他們有這麼一個好地方 所以他現在就慢慢就開始發展 他的觀光業越來越強了 那他要保護他的這些所謂生態的情形 所以他就限制每一個船 不能這種大郵輪幾千幾百個人的 所以每一個船都是 一般來說是十六個人的小船 然後就放兩個吹氣的那種小艇 所以就兩個小艇就這樣子靠到那裡去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這種小型的船 而真正的上岸都是那種小艇 所以他們是非常的保護 比方說有一天我沒吃早飯 因為我一直吐 後來我就說我帶點水果什麼麵包 然後跟著他們去 那個導遊說不行 任何食物都不可以上岸 所以是管得非常嚴格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很久以前 又已經有旅遊的那種 不是很久 大概是一九五幾年到六十年 才開始慢慢發展這個 可是他沒有辦法像阿拉斯卡那樣大規模的 因為他管得很嚴格 可是他就每一個人進行都要交一百二十塊 不管你做什麼事的要在那裡登陸 都要交的 是拿去做他的國家公園的保養費 那他除了保養這個以外 全國的其他的國內的也都受到這個益處 那我的飛機是到芝加哥 然後從芝加哥到薩爾瓦多 從薩爾瓦多到吉特 都是俄華多爾的首都 因為首都到了以後就要坐一個飛機 小飛機到GPS 這個港大陣營的一場叫GPS 它是名字叫做Lautrad 這個城在一個島 要在西莫島上 那我的後面三個路線 都是做Avianca 我以前從來沒做過 這個公司是哥倫比亞公司的一個旗艦 就是Flight Carrier 那這是我大概情形 那我這個旅行呢 就像我每次旅行一樣 我發一個email 跟很多人說 有沒有人要做我的loomate 結果就有一個人要做我的loomate 所以我們就一起商量 就是這些通通就好了 結果他娶了兩天以前 他跟我說他不娶了 他互還生了一個病 也不是他平常的病 就是說他發炎 然後醫生給他開一個硝煙的 結果他就變得非常嚴重的Avianca 是因為那個藥的問題 因為回來以後他沒事 可是他就錯過了這個 那我的好處呢 不好意思說是好處 結果我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是不是 結果我那個船艙 一個人兩個人一個房間 那我就一個人睡 兩個人睡一個很大的房間 那個房間很舒服 那其他的人呢 他們都睡在那個藏底下 我這個是剛剛從法國帶來的水瓶 怎麼還用出來的 我每次到任何一個國家 如果有水瓶我就帶回來 我現在已經有這麼多 還有一百個水瓶了 我也想把他都丟掉 因為在這個地方 可是又覺得可惜 看你們 沾蘭會 結果呢 其他的人都睡在底下 其實他們說 熱得要死 又沒有冷氣 可是我那房間 有冷氣 又大又舒服 他叫做Honeymoon Suite 那是幾夜 一月三月 十二月之後 那是赤道 我不能說他是南半球 他叫赤道國 Ecuador就是赤道的意思 就在赤道上 所以他是整天應該都很熱的 可是很奇妙的就是 他的陸地上很高很高 他的首度Kito 有一萬多尺高 所以整年都不會很熱 因為很高嘛 那那個海上呢 不但是說海風很涼快 而且他那裡有兩個寒流 整年都有寒流 所以我們去游泳 覺得冷得要死 就像西雅圖一樣 可是我那個房間就有冷氣 很舒服很舒服 又寬敞 又是一個人 然後我結束了以後 我跟我的房間訂了三天住在Tito 做Local的旅行 那我們想要參加所謂的一日遊 二日遊什麼的 那我們這個旅遊公司 它就幫我們安排了有一個人 給我們做導遊 它是不收一個人的 只收兩個人的 而且還蠻貴的 我們兩人每個圖 兩人加起來要一百二十塊 可是他就不來了 就變成我一個人 所以我天天跟我親愛的導遊 兩個人 親愛都是我 我要去哪裡 他就帶我去美洲 所以是很不好意思這一件事 不是發倒楣 是發倒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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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在芝加哥的時候 他的慶祝 聖誕節快到了的裝飾 那這個就是安利安卡的飛機 那這個飛機我們首先 就是到了這個三個多 去換飛機 那這個奇怪的就是那個蓋子 同時有兩個飛機 都是十九點三十二 一個是四五七 一個是三六七 所以搞得很糊塗 而且我們只有四十五分鐘換飛機 所以我們覺得一定很緊張 可是它很小很小 一個機場只有六個門 所以也沒有什麼問題 你不是要到阿克多爾 可是你覺得 是中間要換 因為阿克多爾太小了 一定要換一次 所以能一次兩次三次 所以就從這個門進去以後 他就說這個不安心怎麼走 這個不安心怎麼走 這個不安心怎麼走 有點奇怪 那這個是在這個安利安卡的這個飛機上 他就不停的放這個瓜地馬拉的旅遊廣告 看這個廣告看了好多好多次 然後其中有一個放天燈 我就把它照下來了 我覺得好奇怪 我去查了一下 我們中國的放天燈 說是孔明燈 所以 Supposedly 是孔明發明的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是在蔡英明 台灣也是有的 台灣現在是有的 可是我小時候從來沒有 我都在台灣帶過去 把他拉了 因為台灣滿多人 我想任何人 現在全都到處都有了 特別是這個 迪士尼的電影叫做Tango 在那個最後 有沒有人看過 就是一個女孩子被巫婆 還是被她 放在一個高塔上 她就把頭髮這樣捶下來 這個女孩子的名字叫做 碰手 是一個歌 是頭髮裡的故事 那個電影的最後面 大概二十分鐘 都是在慶祝這個女孩子過生日 然後全國都在放天燈 有天燈 也才會現在很多 不過這個東西放進去 我覺得好magical 我第一次發現 好像你真的是跟上帝在有交往的樣子 你就把你的衛士放上去 問題是那個掉在地上就會造成火災 所以是很嚴重的事情 很多國家都在想辦法要進出 這個時候我一路都看到這個Samsung 這個就是爆炸的 就是啊 我隨便都要拿 都是她的廣告 不是不是不是 廣告這樣你就不可以帶 可是是很靜 靜然也是甚至阿掛 不是不是 這個時候她不怕水 喔 阿掛 阿掛是誰 所以是她會燒起來又不怕水 所以我就經過這幾 就換來換去 最後就照了Tito 那這個是早上五點鐘在飛機場 這個人呢 supposedly要五點鐘開門 要每個人收二十塊錢的一個人 一直都還沒來 所以我就給她照了一張相 那麼早 結果我跑到那個裡面去了 反正路上同行的 有好多都是一個人的 特別是女人 所以我們常常會跟人家講話 就一起動 這個是她的飛機場有很多的蘭花 人就在共感 不是台灣蘭花嗎 記得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時候 也是一下來看到 好多好多蘭花在飛機場 可是我們晚上要趕著去旅館 我就說回來我們再照相好了 結果我們後來去看 到處都是蘭花 回到機場 我就不照了 這麼好 這麼好 聽講 好像講 這個是Tito 我們在Tito上飛機以後 就看到它是這麼多高山 可以看到這個城還有十六個火山 有的好像去年還前年才爆火的 所以是很火的一個地方 因為是個地形 所以它這個城就是長長的一大長條的城 所以兩邊都是山 或者四邊都是山 或者四邊都是山 這個是中間我們在 瓦雅匯永這個城來聽一下 它不是首都 可是它是全國最大的一個城 所以所有要去 格拉布克斯 尤其都沒有聽過這兩個城 然後到了海裡 一出去就到海裡了 就看到有很多的島 正是快要降落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個小火山 真的很小這個圓圓的火山 它就是一個島 這些島 法爾文之所以 那麼喜歡研究這個地方 而發明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它有很多很多奇怪的生態 有的很綠很綠 有的完全是乾的 然後由於這些不同的生態 它所長出來的植物跟動物就不一樣 比方說大烏龜這種很基本的動物 在這個島上有的被子平的 另外一個島 那個被子是這樣的 有的就是說它的脖子很長 可以吃到仙人掌 有的仙人掌長得很低 它的脖子就很矮 都完全證明這個生物的適應環境的各種事情 所以你看看有個地方 一個簡直是鳥不聖誕的地方 我們去了很多很多島 其中有一個地方 真的時候完全沒有什麼動物 其他的都是有個人奇怪的動物 哇 這麼細靜 這個就是你看到的一種仙人掌 可是它在不同的地方 就有不同的仙人掌 有的那個刺很長很軟 有的是很短很硬 有的是長得很低 有的長得很高 有的葉子很扁很大 有的葉子是軟壯的 那他們有沒有把仙人掌當食物 他們自己是可以吃的 像墨西哥人也吃這些葉子 那他結的果子 我事實上全世界都吃了 它叫做preprepare 就是有刺的梨 那我前年去澎湖的時候 他們用這個仙人掌的果子 做冰淇淋 做juice 什麼的都有 我們還去才樂來吃 以前我買的房子在紐約的時候 那個owner他就在家裡種了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他在Arizona 做過好多年 所以他很懷念這個 那這個仙人掌 根本是完全不是合適那種氣候 因為這種是熱的乾的地方 可是住在紐約的Mont Island 他就照樣開花 可是不大結果就是 這個就是所謂GPS飛機場 那個Seymour Island 是在一個小城叫做Ultra 那這些城都很小 大概連續三千人的小城 可是這些遊客的數目 就比他們多很多了 那下了飛機就要走到飛機場去 那就是他飛機場就知道能打嗎 這種植物也長得很奇怪 細細的一條一條葉子 所以這個叫做Airford Seymour 有時候把葉子被鳥拙了 或者被什麼東西吃了 然後就會長成 那個奇怪的樣子 有時候很開心 還都說這個好像一個Minky Mouse 它長得像一個新的形狀 有兩個小鳥 我看了半天也不容易認這種鳥 很普通的 它叫做Small Ground Fiction 在達爾文的研究裡面 Fiction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類別 還有要看它的植物有多長 有多寬 做了很多的研究 這裡是講得出來 是說這些島群開放的大陸是163公里 它有18個大一點的島 三個小島 還有117個石頭 以前就很多人來抓鯨魚 或者是抓海狗 用他們的毛皮 所以還有很多的海島 這個最大的島叫Isabella 反正北邊的赤道就正好經過它 同時這個赤道也經過首都Kito的近郊 這邊就會有一個博物館 就是專門講赤道的一個博物館 那以後我們也會看到 可是它這裡就有寒嶺 這個寒嶺主要叫做Humburg 所以使得它的這個海水非常好 而且沒有什麼文字 這是一個比較清楚的地圖 我們降落的地方 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小島 叫做Voltras 而是在Zemo Island 下面這個最大的島 不是最大的島 不是最大的島 第二大的島 這個島叫做Santa Cruz Santa Cruz 就是Holy Cross的意思 這個島上就有達爾文研究中心等等 所以差不多所有的遊客都要在這個島上 我看過很多的去Galabagos的地方 有的就是去這個島 只去一天或者兩天然後就走了 那這裡有這麼多島 確實是你多去看的話 就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神態 是很值得看的 那我就選了一個這個 那我講這個比較完美 那個是說它的Dry Seasons 是六月到十一月 那我去的時候就是 大概是十一月二十九 還是什麼時候 就是在最後一天 所以就是在最乾最乾的時候 然後就要開始吃了 那最乾的時候是怎麼樣 就是所有都不知道所有的 大部分的樹都沒有葉子 因為它沒辦法活下去 它就是靠根鎮底下 勉強苟延殘船 可是它毫無活動 你看起來都是 就像別的地方的冬天一樣 可是有少數的當然像 現在人長這些還是綠的 可是等到一開始下雨以後 這些植物都會活起來 所以你如果去一個不同的院的話 我看到的東西會跟我看到的 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島上 通通是枯樹 可是等到雨下來就可以一樣了 我最早在Cambodia的時候 也看到他們的漢記的時候 也是所有很大很大的樹都沒有葉子 我都沒想到會有這種樹 那在十二月到五月呢 它就是比較暖 溫度稍微高一點 也不過是七十七 冷的時候是七十二 他說沒有什麼風 有時候就是會下雨 有時候會晴天 這個是說它一八二二獨立 然後就把那個島收歸它 變成八三二 那一共只有五個島上面有人住 剛才我們下來的地方叫做Boltra 然後我們馬上坐一個Ferry 就到Santa Cruz 等於說它的首都在那裡 那另外還有幾個島 包括Floriana Isabella 跟Saint Cristobal 那我去的呢 只去了Isabella 所有其他去的都是沒有人住的地方 那 OK 所以他在說它的這個火山 它到處幾乎所有看到的島 統統都是火山裂層的 所以那個地呢 就是火山的石頭 或者火山岩漿那樣的情形 它一九五九年才把這個地方化為保護的區域 從那時候其他的人口從一千變到兩萬五 就是大家都只能坐那種小的吹起船 所以人也不剩很多就是了 每個人 在飛機場要付二十塊的地方 然後真正飛到Boltra 還要再付一百塊 所以每個人要多付一百二十塊 這個是美金 他們都是用美金 他們是一個美金的國家 所有的人都用美金 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很奇怪 我只是在巴拿拿看到這個 因為他被美國管那麼久 後來我到了Zimbabwe 已經發現他只有美金 那個他就跟這個美國毫無關係 他只是因為他的通貨膨脹到不得了的地步 他的鈔票一出來是一 billion 結果 結果沒辦法 他就把它全部改成只用美金 可是現在發現還有很多國家都是用美金 因為那些獨裁的人 一天到了印鈔票 你不能信任他 結果我就參加了這個團 這條路線就叫做Ferlandina 因為最西的這個島叫做Ferlandina 雖然這個島還滿大的 也是沒有人住在上面 那我們從這裡開始 從Voltra開始往下走 先去Ferland這個地區 看一個烏龜中心 然後去南邊去看大爾文 Research Center 然後我們就到這個島 這個島 有人開始第一個新的島 叫做Chinese Tent 然後找一個島叫做Rapita 這些都是沒有人住的 很小很小的島 可是我們去的時候 就是上岸了以後就走一走 每天都是走一走 然後再回到村上 然後就有人去做Smoke 就是浮潛 所以我們去了這裡 然後再到這個島 這個島 因為是最大的島 所以我們去了好多好多不平的站 然後我們又去了這裡 然後又回到這個 歐時站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到了這個島 這叫做James 是San James 你還說我就是San James 所以我們去了這裡 然後回到這裡 然後再到這裡 或上飛機的人 所以全部是一共是一個禮拜 大概是八天七個晚上 還有十五個人過得下來 這看起來完美 我很高興 因為我到了幾場 見了島遊 跟那些一同玩的人 才發現他們已經在那裡一個禮拜 他們去了這邊 讓我們打圈這樣 所以他們看到 我根據我都沒看到 那是OK 當然 他們說因為兩個禮拜下 想跟一個禮拜差不多 可是我根本就不曉得這回事 所以我就沒有去哪邊了 當然有一點禮拜 但是當然也沒辦法 我也不會再去了 所以這裡叫做Hafi Mingo 對 這裡Hafi Mingo 是一個在當地的公司 還相當可靠 你們那幾天通通是每天回到大船上 公主彈船上 對 我們那個船 不能說大船 我們是一個小小船 只有八個下船 只有十六個人 還有一個下船 還有一個下船 所以你也都是同一個船 對 同一個公司 可是我看了看去也沒看到 他也沒看我提供 所以你們如果要去可以跟他分問看 所以我們一共去了九個島 十五個島 而是去西邊的 西邊島也會叫Fernandina 所以這個處我就叫做Fernandina 那這個Fernando是誰呢 他是一個西班牙的國王 叫做Ferdinand二世 他怎麼樣呢 他這個國叫做Aragon 而他的太太 他娶了一個Isabella 這個國王 是Casteel 就是西班牙半島的兩大部分 由於他們兩個結婚 西班牙就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而變成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 因為他們兩個人 就Sponsor了這個Columbus Columbus是在西方歷史上 不得了的一件大事 而是從他們哪裡來的 所以西班牙才會變成這樣的一個錢 所以他們才會把一個島去 比如說Fernandina 這個是1474年 1474年他們兩個結婚 那這個Columbus發現新大陸 是1992年 所以達爾文的話 came much much later 我一直以為是the opposite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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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沒有人知道 那裡有美國有什麼國的 不過我想知道 為什麼達爾文知道這裡 有這種生態的特別 他其實也不是知道 他根本也不是生物學家 他是在這個船上 他當然大學畢業沒事幹嘛 結果就有人介紹他 去做那個船上的助理 那他的目的是要做他的地質學的研究 因為他是學地質學的 而這邊有好多火山 各種不同的東西 很值得研究 至於他們為什麼去呢 你要想這個183幾年的時候 已經西班牙都過去了 西班牙都已經失去勢力了 這些英國就出來要搶西班牙人勝的東西 那他的整個美洲原來都已經被西班牙跟葡萄牙搶了 所以他第一個搶的是Belise Belise就是在中美洲的墨西哥下面 瓜地馬拉的東邊 那個國家在那個時候叫做Mosquito Coast 有一個Harrison Ford的電影 就是叫做Mosquito Coast 那個就是地上通通是沼澤 沒有人要的地方 所以西班牙跟葡萄牙都不要他 那英國人就搶了這塊地 搶了以後 他就開始要逐漸的擴大 那他怎麼辦呢 他就做海盜 他的手裡就是說 英國人誰要去做海盜 搶了什麼呢 英國女王馬上封他爵位啊什麼 所以他是一孩到齊加入 那英國人呢 他們是對科學非常有興趣 所以那個時代他們的科學研究很厲害 植物啊 物質啊 地質啊什麼 各種各樣的科學的 所謂science club 很多的 在倫敦的那些很漂亮高雅的建築裡面 都在開會裡面都在開會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有錢 那那個時候 也是有錢 他們當然國家的目的是要做一個世界霸主 所以他要搶一個方式 英都啊或者是什麼 他那個時候 我們都知道他是日不墨國 這個日不墨國這個term 在英國以前是西班牙的 因為西班牙是一個日不墨國 可是後來他倒掉 那英國就在各方面都要搶先做領先的地方 像他的數學啊 都不得了的 那所以他這個達爾文呢 他就是研究地質的 那時候就有那麼一個船要去 他就跟著跑 就跟著去了 一去就是五年了 你想想看 二十二歲 你去坐船到世界五年 你坐一坐 我覺得 都是很有趣的事 這個是我們去過的整個每天的去哪裡 你們現在也不必仔細看 我們就慢慢一個一個導講過來 我們到了Santa Cruz以後 先是從Serry 從Voltra 到了Santa Cruz 然後就去看在 Highlands 的一個大烏龜的保護圈 這個是我在飛機場見到的一些我的同行的人 這個叫做Margaret 他們兩個是朋友 很多年的朋友 你不要看那個小姐看起來胖胖的 很會游泳 天天都下到水裡去潛水 然後去照很多 Underwater 這兩位都寫 你看他們兩個就在看照片 這位叫做Daniel Danny 他也是他的機器 就是他的照片 那個Rosie的還要好 他還有WiFi 自己帶了WiFi的影片 有沒有GoPro 對 就是叫做GoPro 沒錯 那他們兩個呢 是一個Gay couple 他們是Amer Honeywood 沒有什麼Gay couple 可能他們是美國的吧 讓他們知道 因為我在旅行裡常常碰到Gay couple 他們一點都不惜Gay couple 而且都是very nice young man 可是比較沒有看到女的就是了 我在做事的時候 我們也是很多的男的 是可以 女的也是 她就宣布她是可以 可是 我三好朋友 好像沒有那麼開朗的 讓人家知道 這個是導遊 因為他們很矮很矮 有點像鄧小平 看見人家都知道是什麼 隨便你指哪一個動物 他都告訴你那個是什麼 對 飛舟的大舞 也是一樣的 好像這個國小也蠻有錢的 美金 常常跟我們說 他家裡怎麼樣 他父母都活了97歲 還有他爸爸活了97歲 還有他爸爸活了97歲 反正都是我很健康的 他說他們這國的特別長壽 你懂嗎 那所以看起來應該是 教育啊 衛生啊什麼的 也不會太多後吧 然後我們還有其他的人 然後這個叫做Olive 這個叫做Jane I don't know 還有一個Maria跟Chris 那個是Maria 那兩個人還在上班 可是她在世界各地上班 然後目前她是在Grenovol 在法國的Grenovol 靠近瑞士的地方上班 所以她說 我們誰要去那裡可以去大大 他們兩個非常的 怎麼說 單獨八協 對 她好像開了很潛水的那種學校 還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我們的這個導遊是51歲 我就發現他們去了其他的 這個East的這一個 就很羨慕 很羨慕 很遺憾 他們看到的時候 他們去了一些島 Espaniel 這個島上有一種鳥叫做Waved Albatross 像一個海鷗 可是很大 是全島這個區裡面最大的鳥 而且只有這個島才有 別的地方都沒有 奇怪 我們看到很多 你們如果看過電視上的那些 就有一個所謂Blue-footed Booby 就是那個白的鳥 它的腳跟那個 嘴巴是粉藍色的 很好看 可是他們去的另外一個島 在Saint Christopher 就有Red-footed Booby 就是同樣的鳥 可是是紅的 紅的腳 那我們後來都沒有看到紅的腳 OK 那這個鳥呢 牠喜歡 牠還坐在樹枝上 你就看到牠每個人都是紅的腳 OK 所以這個是牠們走的路線 所以我們是從這裡 就是我們在這裡跟牠接觸到以後 I don't know Anyway 反正牠是從這裡到這裡 然後牠到這裡 這個是Saint Christopher 這個是他的Landing stop 的Number 然後到Espaniel 然後到Floriana 然後又回到這裡 然後又去哪裡 然後又去哪裡 再回來 那我們是從這裡 這裡 這裡 然後從這裡 這樣子 然後兩邊 這個呢 這是一個 Unbounded Albatross 就看起來有點像海鷗 可是有點怪怪的海鷗 這些凡是有新的 有新的都不是我的照片 還有就是 因為我不太會游泳 我只去潛水了一下子 而我又看不見 什麼都看不見 所以我都沒有照水底的照片 剛剛講的那個Rosie跟Danny 他們兩個人照了很多很多照片 而且他每天都在說 我們回家以後就放在網路上 你們大家都可以看 可是我已經回來好久了 也沒有人給我照片 我上次去非洲也是 因為我丟了照相機 起碼好幾個人都說 他們要回家以後給我照片 有的人確實就給了我 而且很多很好的 可是另外有幾個很重要的 但我丘胎也不理我 那這個Albatross 它飛起來的 他們怎麼樣 翅膀 很大 那個 老群到的最大的羊 他們是不是也算是Predators 發覺偉蕃 那我就不曉得了 我加入了 那我就不曉得了 小憲的 怎麼小憲的 還藍著死 真的不曉得了 為什麼他也這麼快 你也虛 зак 話死了 再把一顆 還蠻嗚 還蠻嗚 哎呦 是 他年輕的時候比較褐色 然後打算就變白了 在这边海鸥也是一样 老了点海鸥 没个假的 白鸥吧 我就记住以后 那边老了点白鸥 那我们每天坐小时 我们就坐在船上吃早饭 然后就出发 每次出发就是去一个岛 很少的时候是真的有一个码头 大部分都是 你这个船靠在石头上就跳下去 或者这个船靠在沙滩上 你就踩到水里去走上去 那我根本就没想过 到底要带什么东西 所以我连一个拖鞋 或者是凉鞋 什么都没有 结果怎么办 就不穿鞋子 就一发就下去了 it works 所以会受伤 只要是会受伤 就是那个路牌安全吗 如果是那个 他一定前一天或者当天都会告诉你说 今天我们是Dry Landing 还是Wet Landing 那Dry Landing 你就穿鞋 Wet Landing 你就不穿鞋 我去非洲的时候 买了两条裤子 裤子是很简单的 什么龙的裤子 可是下面有这个生鞋 那我买这个的目的就是怕蚊子进去 我这样子就不会进去 结果到外 所以就是人家说 所有的蚊子都被Bull Gates杀掉 所以真的是没有什么蚊子 Bull Gates就是要预防这个虐气 所以大植物的有杀虫药 有杀虫药 那我想就是这种 破坏的效果不会永久进去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我小孩子最近才去 你会退给那种 不定久 我现在也是这样 看你去哪里 这种理由好像比较适合这种 对啊对啊 我们西湖差不多每天都去 Squart snorkeling 常常还一天两次 有人带着 有人带着 那你不去的 你带着哪儿 你就在船上 或者你跟着他们的船 去看他们 看他们 看他们 他们在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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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 snorkeling 也可以看到大乌龟这些吗 可以 他们可以看到好多好多东西 我到最后一天 快要上北京的时候 做一个ferry 在那里等ferry的时候 我才从这里看到 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鱼 那是我唯一看到鱼的地方 所以我的眼神 也是非常好 有很多大点的 我一辈子 就是有两次真正的去说 我一直在小鱼 也一直在鲁鱼上 可是那 因为 因为我不但会游泳 很害怕 所以 所以大鱼就一直都 带着我走 又是呆着我走 那在鲁鱼真的是看到 好多好多漂亮的大鱼 就是好多好多颜色 好看齐了 或者那种金叉鱼 或者是什么叉鱼 几百只一起这样游 非常好看 原来是在夏威夷 我们只在海边上 你这么看看 就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貓鱼有个岛 那边也可以出去 可以看好多颜色 是好多颜色 对 我们没有去 看好大海龟 对不对 我们是有一次坐船 其实没有来 有不是距离 也不是距离 坐在船里面 看到很多的一堆 还有就是 海滚 海滚是南半球才有的 没有在北半球 是小小的一种企鹅 我们在那里看到 好多小企鹅 他们因为那里是赤道 所以偶尔就会有一个潘滚 游到北半球去 那就是唯一北半球 游分欺恶的事 我都没有回错 回到北半球 回到北半球 偶尔去 偶尔去 偶尔到北半球 对 就是过了这些 所有北半球 通通没有潘滚 就是根本没有这种潘滚 你记得有一个movie 就是欧阔飞滚 很好看 很好看 对啊 那个叫做Monark 就是Monark 很好配彩 所以那个 有一部电影是 4月1号才有的 是北极的 Penguin會飞过来 飞过来 那是愚人节骗人 我还有一个小话 我就是说 在非洲看到几只老虎 有的人就说 你多了少了什么的 其实都是家庭 没有老虎 其实老虎养州有 对 是印度 印度 印度的时候 他就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就去那边打过老虎 可是很久以前的时候 现在他才不敢说主持 但是1955年 那时候 就是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你会潜水的一种 没有办法把你放到这些菜 你会这么多的 你要我讲这个潜水的时候 我也可以讲 因为我一共去了两次 我就看他每天都 他这么多人都去潜水 我觉得很可惜 虚忌虚忌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第一是 我没有带游泳衣 可是他们都是穿一个 wetsuit 所以我就搞了一个wetsuit 然后把我的睡衣穿在里面 然后就穿了这个wetsuit 就跟他们去了 那穿游泳衣的好处就是 没有那么冷 结果还是冷的钥匙 好冷好冷 那我带的那个东西 就像虾子一样 我什么都看不见 因为他没有度数 我在Belise的时候 租的是一个所谓 prescription mask 那就什么都看得见 他都不管你是怎么度数 他说 Are you pretty much blind without it? 我说 是 你不是虾子 就是凡是近视眼的人 都戴同样的那种mask 那就都什么都看得见 不管你度数是说话 所以我就去了 结果下去了 又冷又看不见东西 所以就没有下去多久 其实那个导演对我很好 他一直跟我说 你要怎么做 等于是个private lesson 可是我还是没办法 可是过了几天 我觉得 孩子又想去了 他跟我说 今天去的地方不冷 然后我就再去试试看 确实是不太冷 我还跑了 跑来又去 有来又去 有了很多地方 可是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他们都说 哦 这里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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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什么 又穿了 又穿了 你那个 你那眼睛不能穿 就是嘎哥的外面套 自己戴 不知道 应该可以 嘎哥很大 很大 很大 你以后应该戴那个衣服 那我觉得从此以后 就没在试了 试过 可是 试诺哥你下次 你可以自己戴你的嘎哥 因为你那么大的 你都可以 对对对 我可以买一个 可选 其实不要多少钱 要多少钱 要多少钱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带在里面 我讲 你那么大的嘎哥 对 反正我完全都没准备 我可以穿脱衣服 这还什么叫 试诺哥 这天我们在北京 因为今天那个小岛 从下来以后 就准备做一个ferry 从下来 其中我们在这个拐弯的地方 现在要去的是一个 大乌龟的保护区 然后我们从这里下来 从这条白的路 走到这个镇 这个叫做 Mayora港口 然后就在这个镇的东边一点点 就是我们的 达了我们的外交争区 这个就是从我们的 我们就坐在车上了 我们从飞机上下来 坐这个 Boss 所以是一个很 不生意盎然的地方 很多的植物都是没有叶子 没有大树 没有大树 我就说 你看到什么 你就看 可是等一下 你的话就错了 因为马上 没有多久 就到一个很多大树 你不能下结论了 这种树 你看到这个土地都是非常 这些都是火山的树 这种树 你看到这个白白的半大树 这种树 叫做硬森之植 能下来走的时候 就不好 有的时候非常非常难走 就是看这个火山石 等一下我就讲一下 两种火山的 Lava Rocks 一种说很尖很尖的 这个叫做熬鱼 就是因为你走在小鱼 熬鱼 就是另外一种 好像你做豆腐皮的时候 那个豆浆或是水 然后上面就会接一层 那你如果这样一弄 它就会走起来 那如果那个 Lava就是火山 沿浆或是很多树 只能说很流的 很会流的话 它就会这样 然后上面干了以后 就会这样皱起来 那就是很 比较实陆 而且看起来 有人叫它Rolf 有人叫它Spavietti 对不对 就是说都是 不会像那个 熬鱼熬鱼的 熬鱼熬鱼 那这个树呢 几乎是一半的 各岛上的树 都是这种树 现在都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叶子 可是我们到了最后 这个岛也有这个树 可是它也长得 跟所有其他的不一样 所以很奇怪 我们看到这种树 从西某岛开船到Santa Cruz去 我们最后一天也是在这个地方 是从 对 也是在这个地方 对 对 做这样一个小船 就不过去了 过去 其实我们的大船也在这附近 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去tour 那个下面的领导 所以也没有去上船 到这天为止 我们最后是有十四个人 所以有三个人是这天还没有看到的 我现在只看到十一个人 这就是讲这些人是谁 我是唯一从美国去的 大部分人都是英国人 那有这个瑞士法国跟德国来的人 而且他也不是经过我的那个tour公司 他们经过叫做Exodus 这种矮的绿的书大概就是红树林 我在各地都看到红树林 可是在这里才知道 世界上有好多种红树林 还有black mangrove 有red mangrove 有white mangrove 还有butter mangrove 很多都可以长成一棵大树 在Finnis那个piosphere里面也有 他也放那个红树林 红树林就是我们在台湾的 像淡水 淡水 他都靠在海边上 而且他是胎深的 就是他那个树上长出小树以后 掉到水里 那边的地方 就可以变成一个树 跟动物的菜树是不同的 看起来不是红树 是 当然 看叶子都是绿色 可能是比较好估 实际上也很大能够看到清 到底哪一个 这是哪一个 可是butter mangrove 我是看得出来 因为它那个果子 看得非常清楚 跟别的都不一样 现在我们就上了岸 这是一只Bronk pelican 我们看到的鸟里面 大概就是one of 最容易看到的 现在看不大清楚 因为你要主要看它的嘴巴 就是嘴巴上有一个大口袋 那这个鸟呢 我们常常看到 可是没有很近的看 然后最后一天 我们才到了他住的地方 才看到了 他的这个公园 有一个红的口袋 一个气球 这么大的气球 对 非常看不大看世界 那个鸟的话 漂亮的我们都是公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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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 在巴囊看到的时候 也没 我不知道说 他就是没有红的气球 还是说 那个不是几结 或者说我没看到 所以我都不晓得有这回事 我都到了这里看到 可是我们前面 六七天一直看到 都没有看到 那个红口袋 一直到了他家里 现在我们就是要先去台门的一个大乌龟的保护区 那这个是 我就是刚刚跟你说 你说这里好像都没有绿树 马上就进入一个绿树区 这个呢 它是两个大的sinkhole之一 sinkhole就是无缘无故的一块地就沉下去了 就变成一个大洞 我们好像只是亚洲也发生过 这种事 可是他这种 就在路的边上 可是不是很近 就不打开得清 另外有一个 就是这样 就这样 这张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也是很较清楚 就是路的边上 这边有一个 那边有一个 那它的植物呢 就是绿圆认了很多很多 其中这种很高的树 它叫做Daisy tree 因为它开的花 就像春菊一样 可是是长得很高在高树上 我想这种绿树 是因为它离水源特别近 对 它有sinkhole 所以我认一下 这个看起来像甘蔗 竹子树 是他们本地的竹子树 而不是空性的 实上 我在阿根廷看一下 不知道 不是空性的竹子 而是他们本地的 竹子树 不是空性的 而不是空性的 烏龜 烏龜化成的烏龜 這個對很高 但就是我們過去一個烏龜養殖中 現在有沒有告訴我們 各種烏龜有的烏龜 有的烏龜 有的烏龜是同的 什麼樣的朋友 就是講話 這個咖啡常常都種在收音裡面 所以不容易開始檢查 現在我們就到了 這個地方掛了好多的資料窗 這邊就有烏龜在那裡 還有左邊也是 還有一些這個告示牌 喔 什麼話 什麼話 來 怎麼講 怎麼講 怎麼這麼大 怎麼這麼大 他就在裡面去 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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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這個 那個新郎也 也 也 這是空殼 原來真的烏龜的 很厲害 你知道這些烏龜可以活多久嗎 上千年吧 上千年 上千年 你也是要 所以他真的是可以活很久 因為他收集的時候也不曉得一定會活多久 那個個名字 就有了 esquer 這個是講他的生活器 很厲害 你看這個脖子也是有的 有的是很長的脖子 他可以一整年不吃東西 如果他飄到水裡,飄很久很久到另外一個島去 所以他能看見快點的位置 大概是十二月到四月是聖誕的時候 他們人只吃植物的不吃動物的 他每天可以吃八十磅的植物 但是他說 等他兩百五十歲 你跟達爾文的活到十年前死掉 這個你就可以簡單地看到 每一個島上的烏龜都不一樣 他們會一起旅行嗎? 我們倒是他本來也不旅行 他就直接走在這裏 就知道這裏不太好 可是他可以 如果有人開水的話 就會有好多洞 所以很少洞 所以他在猴子場 所以有什麼時候沒有 有兩顆木瓜 還有木瓜 那吃到比台灣還熱啊 這個是他的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圖上 然後他的範圍有這麼大 有些什麼地方 在這個地方呢 就有好多雨鞋 可是我們那裡去的時候 地上都是乾的 等到雨進來了 就可惜要借到雨鞋存出來 那這個範圍有很多 現在我們乾的一樓龜 他說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然後常常有船會來這裡 就是鯨魚或者艾狗 什麼的這種船 他們呢 就抓很多很多的烏龜 不過的 就堆在船裡 像書架這樣架進來 然後要吃的時候 就抓一朵來吃 都是簡單的 新鮮的那個武器 都是食物來源 食物來源 是很豐富的來源 他們有沒有跟您講 好吃還是不好吃 他們聽說達爾文也吃過烏龜 甲魚嘛 吃烏龜 吃烏龜 你其實不覺得你還是弄 他會是做中藥文 對規科 連甲骨文的烏龜都拿去做中藥文 所以他們還是喜歡有水 兩次去看 好多的 你不覺得你還行嗎 我要等一次吃烏龜 !" 我又想吃烏龜 吃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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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就露去了 所以他就長了像遺體 遺體長遺體 遺體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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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體 這是一個露絲 這個有一三個在數一下 他們那裡大概是大太陽是一個問題 所以都喜歡在數一下 還有就是說他們的殼這麼大這麼硬 不是為了保護他 不會被別人控制 而是要擋太陽 擋太陽 保持涼爽 這個叫做 寶寺 後來我們去過兩個都是在裡面 有個池塘 它叫做格拉夫 格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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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旁邊這棵樹 我們以後會一天到晚見到 它叫做 Poisoned apple 那些那個果子這樣小小的 也不是說吃了就是倒地死掉的那麼嚴重 可是會讓你很不舒服 可是有好多其他的動物吃了都沒有問題 所以他們是可以吃它 腳底下有好多網子裝 所以他們都喜歡玩熊水餅 很喜歡的 烏龜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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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夏天的時候,他會雷蛋 就是有很多鳥 然後就有牌子寫著說 我們不要去拍一個鳥 這個牌子寫著是 烏龜燈 那個樹上的牌子寫著 這個樹叫做 Vanzenil 代表是小蘋果的意思 它是本地的植物 而是屬於猶佛比亞 對,你可能會有牌子寫著 對 我猜猜是那種植物 我猜猜是那種植物 真的嗎? 我是完全可以吃的 真的嗎? 她是很好的植物 對,很多人認為它吃的是蜜 植物 因為可能中東的地區 沒有什麼植物 沒有很多植物 植物的樹長起來 跟蘋果樹很像 有的還站著 這個年紀多大? 據說是你可以看他的蜜 就看得出他眼睛 所以我們就知道 你像這種都是好多好多文 所以也不是很年紀小的 可是當然 大概就是年紀會從01到250之間 這個也蠻有年紀的 所以你不吃東西 可以不吃東西的話 就可以生命 就可以生命 就像背花 lobbies 比起霸菱鴻 對 對 很明顯 miejsce 這 SH. LOCO 它這個特別漂亮 poz peず 因為他一定要吃八十磅 所以如果在田裡會造成很大的損害 但是因為他是被保護 所以年復也就能夠殺害 他怎麼會這樣 讓他翻一下 這個尾巴很美短 背上很長勢 有的是功能比較長 可能人看不到去 像這個骨頭像 他每天吃八十磅 其中百分之七十是直接出來了 完全是沒有吸收 要幹嘛要吃 白癡 可能會不會臭臭 對 這種鳥我們後來也看到很多 我們在那裡隨便走走就看完 現在就要吃午飯 就有一些芝士 這個芝士是做的 所以說 你在中國的Grosway買 就是那個修了大的香蕉 就叫做Brenton 可是他們也有人叫 古巴朋友他叫做Yuka 可是有的Yuka是叔叔 其他的國家叫Yuka 叔叔 叔叔有很多名字 但這個也是中國的Grosway 你也可以買一般咖啡色的 常常打辣的那種 那種很多國的人都吃 菲律賓人叫做Kassava 越南人叫做Manuel 可能泰國人叫做Tapioca 就是澱粉的 那就是澱粉類的 你到美洲也是 差不多美國都有 因為它容易長 如果吃米的人就比較有錢 那就比較窮 那你又沒有把它吃起來了 我們吃的是Yellowfin tuna 我們吃的是Yellowfin tuna 我們連鵝也好像是 我們連鵝也像 那些鵝也像 一隻 這些鵝我們後來就會看到 我們就離開這裡了 這個在我們台灣叫的刺童 在非洲叫做Royal Sacred Color Tree 喔,Papaya 這個是Angel's trumpet 這幾個都寫了 開著就很漂亮的 可是它這個是野生的,不是人種的 這個Sanetary,風黃花 我們叫楊騎甲 也是很多地方公共 我們現在從烏龜中心往南走 走到海邊就是Porta Ayura 這個地方就是個小小小漁港 就有一些漁船進來 這個櫃台就可以殺魚,然後就賣 有人就來買 所以就變成一個漁師長 那隻鳥都在那邊等著 對啊,除了客人跟漁夫以外 就有很多的動物在那邊等 他一直挖出來的他就可以吃 你等一下看,還有很多很多吃 還有海狗 不用請坐 那水乾起來還蠻乾淨的 兩邊都是紅樹林 可是我也不敢說它是紅的還是黑的還是白的 所以應該是這圖片的是黑的紅的 這邊就是Button Man Roll 所以你看你就知道他結了那些果子 就叫了Button Man Roll 很多都拿來做行道樹 就是馬路的兩邊就種一排 這是一個小教堂 一教堂的左邊畫了一個烏龜 那時候畫了一個烏龜的像 那邊是耶穌怎樣 哦,大概是耶穌吧 哦,他的脖子這麼長 神龜的 這個Mockingbird 我們應該是看 我覺得很漂亮,很大 後來都不要看了 因為到處都是他 最多男人是最重要的 Mockingbird 現在我們是要去達爾文研究中心 我們的車子停在這邊 我們就走過去 這裡就有一個Cemetery 它對面的這個珠寶墊 這裡面就有一個特別的樹 這是一個棉花樹 你看到它開了兩朵黃花 那邊就有兩團棉花 那它的花開了一天以後 就變成紅色 然後我們會看到一些紅顏色的花 它是一種樹 那不是很高的樹 可是跟美國的棉花不一樣 美國棉花是草本的 所以現在我們先去達爾文中心 OK 讓我們先去達爾文中心 讓我們先去達爾文中心 參觀過大文中心 又回到這個鎮上 等於你們還在鎮上 我們在街上逛一下 他22歲的時候就上了這個船 這個船叫做 HMS Beagle His Majesty's Ship Beagle Beagle 是一個小獵犬 他就在船上做 naturalist 做各種的研究 這個船就繞一圈一整圈 從 1830 到 1836 在 9 月 15 到 10 月 一個月的時間 1835 年就在迪拉伯格斯 然後他在 1859 年出版他的書 這個書叫做《物種原始》 後來利亞就生一個長文畫面 這個是陸上有一個牌子 然後你要看的話 你可以走到陸以後的外面去研究 有一個牌子就是 Beach 這個是我們常常看到的動物 這個動物叫 Marine Iguana 就是水裡的水裡的 Iguana 另外有一種叫做 Man Iguana 那 Marine Iguana 顯然它就是會游泳的 而是世界上唯一會游泳的 Iguana 還有我們講的蜥蜜 那它呢 你一看就知道這是一隻公的 背上的那個色紙是很長,母的就很短 這個公子是很能聽的 他如果在岸上一坐 四周的母的都是他的,別人不跟蹤 所以如果是公的,你就只好去別的地方 所以有一個附近在這個海邊,叫做Bachelors Beach 所有的功能打不過她的 都在那邊 他怎麼樣能夠control 這麼多的貧瘤 我想by himself 我現在就是等到他年老力衰 人家就把他打 他們有season 他們好像吃這種動物 應該是可以吃的 我看過Richard Burton的一個電影 他們就是吃這個的 對啊 我們去Carabine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抓這個去吃 那個Chicken 那麼漂亮的東西 把它吃掉 他們因為是冷水動物 所以要需要吸收熱氣 放在這個糖果上就可以暖一點 他是不是跟Cook Daya 同一個分別 這個啦 如果分到心的話 應該是不同的 這個也是一個牌子在講 這個有Poison Apple的這個樹 不要吃 這棵樹相當大 你看它多麼大一棵 這個是我們新PickUp的一個旅客 另外還有 另外還有另外一個島 還有兩棵新PickUp 這個我覺得長得好像衰氣 知道是不是 這個 Marine Iguana 跟Landy Iguana 跟Landy Iguana 相同 它就是圓滑的一個大片 所以它游泳的時候 或者是控制方向的時候 就好 就是這樣子 可是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Landy Iguana 它就是圓滾滾的一個文化 而且那個伊瓜娜我看過的都是綠顏色 他們什麼顏色 沒有 很多顏色 有白黑的 看起來很dasty 咬一口不得了 不會 他就放到你身上 我在玩的時候他就比你放到你身上 然後他自己要小黑 然後小男說那麼好 大玩笑以後 他早就真的來了 這個地方有很多動植物 都是別的地方沒有的 我們說一個動物或的植物是indigenous 或者是native 就是說它是本來沒有從外面帶進來的 可是如果它這個不但是本地的 而且別的地方沒有的話 它就叫做andemic 獨一無二 對獨一無二的 它就叫做andemic 它就叫做andemic 對獨一無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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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做andemic 所以這個很熱的一個四八 這個很紅啊 這個很臭 好臭 我的魔神 看起來很厲害 手躲得它越遠的 嗯 它說這個烏龜呢 會替我們把種子散佈到別處 因為它到處吃了又是大便 所以呢 所以你所看到的世界呢 它佔了它的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要好好保護它 不能到亞洲去 到亞洲可以吃光 這是這個研究中心的地圖 它就有一個小的國務館 然後錄了好多像中年一樣的 來聞起來看一看的地方 當然它是還做其他的研究 可能我們不知道那種研究 這個是一個Priky Fair開花的 它的花有好多種顏色 黃色是很常見的 還有紅色 那它的花開完以後 是以下這個就會越漲越大 當然不是講很大的 別的菜場都有賣 對不對 不過賣鍋子吃都不好吃 不好吃 不好吃 對 對 可是我在秘魯的時候 學那個很紅的吃 那就是很甜很甜 那甜就完全沒有 那就是我們在馬拉克的時候 他就推用一大車 大家就站在那裡 他們的錢個已經就這樣 從一起就出來了 那是馬拉克的 那是北斐的西邊 那是北斐的西邊 那是他就說一塊錢 大概半美金三碼錢左右 那是北斐的西邊 我們就這樣吃 海洋這樣子 像馬拉克的西邊 像馬拉克的西邊 那是他就介紹了 他們種種的保護的石邊 研究 或者在江湯國是 在江湯國在 江湯國是 可以知道什麼樣子 這個是在養那些天人 這樣 這樣吃 而烏龜大部分 所以我們都是好吃的天人長在做耳朵 我們想講 蝶人長得也不快 有的長得很慢 那他要吃八十塊 九十,很辛苦 那肝皮膚子不可能會發生 所以因為這個 仙人長的長的樣子 就會影響到烏龜長的樣子 不同的仙人長就有不同的烏龜 有時候腹筋比較長 或者我來講 所以難怪他們講 對 仙人長的長得也不一樣 至少是胖宋是這樣的 他們說人也是這樣做 至少是胖宋是 如果這些 柳朗爺 如果很多動物要吃 仙人長 牠就越長越高 然後動物就開始 長得活著 然後動物就開始 長得活著 有時候就有些火山爆發 所以就被殼在同學屋上 他們為了要擠出來 就把他的殼壓扁 才長這樣 我也不懂為什麼這樣可以很轉 因為不會影響 大概是說你這樣做的話 你就沒辦法生存 就死掉了 適應 因為他常常會 所以我覺得那個 達爾文也很幸運 他找到這個地方 給他起司 然後這個 非常好想 他根本出門的時候 沒想到 看到這個東西 他到了季節 我剛說到季節是 是完美的時間 對 對 對 然後有的烏龜 那個殼長得像一個馬鞍 有的是像一個教堂 或者說是園頂 那這個西班牙話的馬鞍呢 就是Clappago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地方 這個烏龜就取名做Clappago 後來這個島就變成叫做Clappago 有一次 有一個島上只剩十一隻公的烏龜的兩個母的 那有一個烏龜叫做Diego 他們就把他拿走 拿到另外一個地方 給他生金的 結果什麼一千千 他說交配一次要二到三小時 那是很困難的 而且很困難 很困難 很困難 那個困難 沒有犀牛累 犀牛交配要好幾個小時 而且那個大的犀牛站在那個下面 結果是好幾個 裝著要死 有時候根本就被他壓死了 那是鵝羊 那我教你 鵝羊 鵝羊要生一個 鵝羊要三百六十五天 懷孕 我需要鵝羊 鵝羊 鵝羊 他說他們這個 進行交配是沒有問題的 我也不懂為什麼 所以他們生一千個 喔 鵝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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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沒有問題是什麼意思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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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比較smart 的 鵝羊 沒有辦法知道有沒有 比較小 你看到Greemann去的那些 Vicom 他就比較多問題 因為牠不這樣過不了,就死掉了。 这些伟织叫做演艺 他会这么比你还挺的 而且他就比较小一点 这是什么鸟 一只鸟 鸟,鸟,鸟 这个鸟 他的嘴巴很厉害 人家手一去,他马上咬断 他有个很长的尾巴 这些人长大以后 他的树就像一个树干 这是一个仙人长 因为他的果实有刺 所以叫做仙人长 其实完全不是仙人长 是仙人长的果实吗 这是一个仙人长 这就是仙人长 这就是仙人长 这是第三种 那叫做仙人长 很小很小 他不是一個宜觀 那他主件是什麼 Ancestor 那個網站群長 對不然連他瘋起來就不見了 你知道那個達爾子他活了多久 他有很多很老很老的照片 所以沒有改國底下放很久 七十幾歲啊 剛剛算他那個數字號節七十幾歲 七十幾歲 他不是1809到1882嗎 對呀 七十三歲 他在家裡的小孩 他家裡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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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裡有十個小孩 有個夜的小孩 有個夜的小孩 很驚訝 是講他的大學的女兒 他非常非常驚訝 他非常驚訝 結果就是十歲左右就死了 因為對他的打擊很大 那麼基督教對達爾人有沒有 基督教是絕對是 對他 沒有對他驚喜什麼脫害 或者是有什麼 可是他真的是 他的research 不是說我們隨便去外面看看這些片 我會讓他的 很多很多很多都怎麼樣 沒有辦法來 dispute 那個時候就被迫害得厲害 但現在也不能說沒有 可是還是有人 而且是在英國 不是在英國 即使現在 即使在美國 還有很多學校 不許教這些 就是他年輕的時候照片 因為他在那個工作的時候 他那個工作是賠償的工作 所以他很幸運 大概是 他家裡的錢是不少的 這個圖呢 其實是很多很多的小的照片 拼起來的 你看過你一些照片是這樣的嗎 你仔細一看 每一張都是一個小照片 聽說不懂他們聽這麼厲害 好像連那個表情都還有的樣子 好像連那個表情都還有的樣子 像大樣的樣子 這是這個博物館裡面 有一個整個鯨魚的骨頭 我們有時候去外面走 也會看到鯨魚的骨頭 他們賣鯨魚肉嗎 我不知道 大概是沒有 但是我們也是有 你有吃到 還是有 我們有吃過 然後我們有沒有看過 就是市場上 差不多的一家都在賣鯨魚肉 這個裡面最大的 這個島嬌的Isabella 我們在上面有好多個地方 上面就一共有六個火山 還是完全沒有的一個島 就是完全靠火山爆發出來的 我看一下一個 這是博物館的寵物店 這裡是另外一個小小的博物館 而且沒有什麼人 連燈都沒有開 好 但是另外一個牌子寫的是beach 那你如果走那條小路下去 就可以到那裡去 就清一下地 這個是說 你釣魚的話 要所謂的artisanal vision 就是不是那麼一網打盡 那種方式 就可以保持 要sustainable 還想不能抓 對 我看很多在大陸的市場 就會看到各種各樣 每一條魚都不一樣 而且很多人都很小的 就這樣把一個攤子在那裡買 吃光 好 好 一口肉 這是白蝦的不沙灘 這是白蝦的不沙灘 不沙灘 是白蝦的不沙灘 你這個工作 房子都可以用拉廊的工作 它就是很鬆很舒服 不然也就是很快會好聽 這是另外一個 busing quality 的店 我們也進去 其實有一個人買了 常說很貴的一個東西 就好的不得了 而且我們最後就看一下這個鎮 這個鎮就是它的櫃 有一棵 葛拉伯格棉花樹 它的果子都結成這樣一個夾子 這些都是它的夾子 蠻好看的 有細細的 不是刺 可能像葉子那樣的 路上有一堆mangrel 它就寫了一個牌子 在那裡 這種就是red mangrel 像顏色看起來 比white mangrel 可以顏色深一點 那個就是紅樹林 那個是紅樹林 那個是紅樹林 你要不要再秀一下 剛剛好 它的重點是這些 它會生下來 它也是胎生的 掉下來 掉下來 就可以了 有些東西比方說你台南人 看到就是說 這是我們的寶寶 可是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 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認為那個是他們的 可是以前的人 根本沒有 台灣來說 以前是沒有寶寶 沒有人有辣椒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很奇妙的事 你如果去查電腦 看所謂 Columbus Exchange 就是所有從歐洲 傳到美洲 跟從美洲 傳到歐洲的東西 就發現 哇 我們的東西 都不是我們的 這是另外一個達爾文 很少有人 他的箱子 歐日 很多歐日 他都是很嚴重的 這樣做 這個 這個 就有好多人 在那裡 產生食物的動物 這張就比較清楚 你看你清楚 這個 Brown Paladin 那個叫做糖鹅 這個最特別的就是 他的嘴巴裡面 可以裝一整袋的水 有種魚 比如說他看到魚 他就哇一下 哇一下 然後那些水都擠出來以後 他就有東西可以吃 這蠻厲害的 那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另外有一種鳥 就在他的旁邊 每次他有一袋水的時候 那個鳥就在旁邊 你等著他擠出來的魚 對 所以有時候 你只看到水盤頭上 都是那個鳥 或者飛來飛去 還會跟著他後面有 在上面飛來飛去 不過他自己也會懶惰 你在那邊 鯊魚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等你 沒有人叫你鯊魚 他們就在那邊等 主要這個 這個跟人的社會 沒什麼不同 對啊 對啊 一樣 這些人是 你還等那麼多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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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海狗就出來了 那個人就是很大方 對 好像很像一般 對 他也在那邊 他也在那邊 對 他也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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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魚當然都是很新鮮的 那個是什麼樣的感覺? 蒼羽的好大 那個是蟲蟲 蟲蟲 這個好像是蟲蟲 是Lobster,它寫了什麼? Langostas 有點像蝦 貴不貴? 我也知道 還要需要嗎? 覺得很好看 這個人他在做鮑鮑 這是他的鮑鮑鮑 每年台灣 台灣以前那個 裡面他給了各種水果 像芒果 加一點鹽跟糖的 他就加在他的鮑鮑上 大魚 還有,我跟他一樣不認識 他也不認識 我跟朋友不認識 是誰? 一等我 那麽 那麽 謝謝 我們這些人都在這裡喝酒 所以就在酒吧裡 所以我也去跟他們坐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上船了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我的船 那我每次一上船 馬上都把鞋子脫掉放在這裡 因為它也不下雨 所以就放在外面 一直到後來才有一天下雨 那當然就被淋濕了 所以船裡面就很乾淨 沒有鞋子 他們就有四個飯桌 每一個桌子可以坐 也許五個人 可能少的時候就塞住就行了 那個人的後面那個門 就是我的房間 所以我每次 他們說我想哭哭鎖 時間到了就門一打開都可以 出來了 所有的其他人都從這邊走過去一個樓梯 然後走到地下出去 你是不是比別的人付的錢多呀 應該是沒有 就是沒有人的 我也不懂為什麼 他可以把我分到樓下 把別人放到樓上 你跟他們混了好幾天是不是 今天一個禮拜 結果回去他不理你了 他們在樓上 他們那個照片的 就是朋友的 他沒有消息 我也要去追究 就是我在非洲的時候 我真的是去追究 因為我一張都沒有 所以我就有水性給他 有了兩次也沒人理會 沒有人理會 對 如果你要考慮他們都是専尼市場 不是不是 非洲的都是年輕的 年輕的 年輕的 要工作忙 要工作忙 要工作忙啊 誰有工作在那張照片 他們都很寶貴那張照片 其中有些人他們說要給我照片 結果他就給我寄了一本 挺好看的 我以前本來不願都有照片 可是我要是可以放在這裡的照片 他就給我 可以啦 你自己照下來就好 自己照片 照片就好 可是另外一個人 他把他的大概九百張都給我 他照得很好 九百張 九百張 那邊那個窗戶 如果是白天的話也可以看到外面 你這床是雙人床嗎 是雙人床 那你兩個人就兩個人都睡在一個床 也對 如果是在那裡就睡在一個床 那怎麼辦呢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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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我去跟他講了 對不對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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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每天吃午飯跟晚飯都是 都是其道餐 都是不一樣的菜 人是因為蔬菜就是一個生菜 一個是 해요 bake the tofu 或者说是饭 然后有个蔬菜就是像四季豆、胡瓜瓜、胡瓜葱那样的蔬菜 然后一个竹菜就是我们的肉杯 也许是鱼、鱼、鱼、猪、鸡、鸡 然后就是豆腐、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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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确定没吃到一关吗? 因为我去如意间那开会他这里写出来 这是Alecator的语言 以前没有,现在都去写出来 我也是写的 所以这个像饭类的东西很多变化 其实我看他们的杂益 我也觉得吃得很不错 很健康 这是费吃吗? 这是费吃吗? 还是他们自己伸出的? 当然不是吧 应该讲是费吃 结果没有WiFi 你说这个是Tasty Dessert What is it? 我上面有像是Brasberry的一个Sauce 我也说不出它是什么 甜甜的就是 然后我们今天的活动结束 这些活动跟后来的都很不一样 因为是在一个很大的岛上 有很多人,有很多房子 其他的地方几乎全部都是没有人的岛 我们第一个就是到了四号岛 它叫做中国人的帽子 因为夏威夷也有一个中国人的帽子 就是这个形状的一个道路 就是这个形状的一个道路 Mexican 贵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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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 现在是Sombrero 是Sombr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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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件事尖导的吧 OK 下次我希望声音好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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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val Co � hybrid 词